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蘇子的頻道收睇文化面面觀這個節目 今集的主角呢,是他 關於乾隆王的事跡多羅羅,這集其實我是想說一下 對我的印象是最深刻,有這個快雪時晴帖 裡面有神符記矣,這四個字其實寫得不錯 雖然是跟蘇姓王希之,當然是有點距離 不過呢,其實最誇張的是這個帖裡面 乾隆王總共蓋了一百七十個帳 只是看看這裡是一個封面,以及其中一頁已經有八個 其中五號這個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寶 是乾隆王帝經常用的,是他相當喜愛的印 五代指他本人,兒子,孫子,曾孫和賢孫 他是七十四歲的時候得到這個賢孫 對於自己五代同堂覺得很有福氣,也很光榮 據統計呢,乾隆王有超過一千個印象 我們看看他這麼多印象裡面其中比較特別的 這個,現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館收藏的 當年,溫兒是下台,離開紫禁城,帶了這個人 據聞他是隨身攜帶的,這個是他相當之重視的一件寶物 1950年,溫兒就被遣送回祖國 為了表達他有改過的決心,就把這個印象獻給國家 所以現在就在博物館收藏著 根據溫兒說回他家族的歷史 早年,宮中的倉庫已經有一塊很大塊的田王石 但一直都沒有用他 因為歷代的皇帝都覺得 這麼大塊田王很難見 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方式去做一件很漂亮的作品出來 就浪費了 不過呢,傳到他在乾隆的時候 當他做了太上皇的時候 有一天他就想到 我倉裡面有一塊筍東西 想到怎樣弄了 就是怎樣弄呢 就是,其實很高難度 他是一塊很大塊的石 就是雕出了這三個小小的印章 和我中間那條鏈 這條鏈是活動石鏈 那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裂縫 沒有用膠水去黏它出來的 所以是完全在一塊石裏面去丟空它 所以技術是相當之高 也都是難度相當之高 那寫著些什麼字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吧 由左至柔 後兩句就出自儒家的經典 那這三個印章 布局都略有不同的 可以見到 頭那兩角就是用羊紋去刻出來的 那中間這個樂天呢 就除了字之外 還有一些秀文 所以就很有動感 是字和畫結合 漢朝的印章的遺風 至於維晶維一呢 就是陰文這樣印出來的 而牠的排列也很特別的 這個是徽文法這樣排 你看到 牠是維晶維一這樣 就各有特色 真是很有心思 那我想都不可以說 乾隆浪費了他這塊 家傳這麼珍貴的田王石 那田王石究竟有多珍貴呢 這些田王石呢 是選至福建壽山那一帶的 那因為呢 石就只有這麼多了 一路就被人開彩開彩 就是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而時至今時今日 你去發掘到一塊田王石出來的話 真是難過中六合彩 以前族羽有魂呢 就是一兩田王十兩金 其實現在已經不止的 去到今時今日一兩田王呢 是可以去到一萬兩金的價錢 好 那再看了 我們台北故宮啊 都有一套乾隆的精品 又是田王石的印 那一套九個 有什麼特別呢 九個印啊 的印鈕呢 都分別 雕刻了不同的動物 有些是獅子啊 有馬啊 也都有一些 傳說之中的神獅啊 神態相當之生動的 那九個印的印文呢 都是用不同的算書字體去刻出來的 就是肉筋算啊 肉筋算啊 小算啊 中頂算 種種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印文 這九個字呢 那就是九宮回文 那它每一個印呢 就是用一個不同的字來起手的 就反覆去印這九個字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些 又是不同 和之前那個印的那些 字體是有所不同的了 而印身呢 也都要刻了啦 初讀 二讀 三讀 至到九讀 的順序 另外呢 也都有介紹 這個字體啦 那 相當之突顯到 乾隆王啊 也是一個文人 很有雅興 那對漢人的文化呢 也都是相當之有認識 又好欣賞 好 最後呢 要講這個 十全老人之寶的印 那 十全呢 是指乾隆王 在位期間 十次遠征邊疆的重大勝利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他在耀武揚威 你看回印旁邊那篇文章呢 他是說他刻這個人呢 是他很謙虛 就說因為是有上天保佑 那他才可以打贏這些聖像 不過呢 更加重要的是勉勵他自己 你看一下盡軍的全職 敬天愛民 那才可以去到這個十全的境界 那我這一集呢 剛剛好是十張圖啊 那我還是給足面了 傑龍的啦 好 講到這麼多先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啦 多謝本場 下次再見